完了 看片学生又被眼睛困扰难住了 还得靠我这神算子 第一关你都懂的 拆出一万个炸辣桶是吧 咋整不下来呢 废话 能剪下来我在这发呆啊 我们整下来的漫画在箱子里 压力板踩着过 你可找盆冷水冷静冷静吧 这点也白踩上去 咋有命火吗 还是找找如何能不被作者坑吧 很好啥玩意也没 倒是表妹 你好像发现了不可告人的东西 那姐我又找了东方道具了 你看 这是什么 咱们只要开山一声 我时早要被你气得闹水伤出来 绕不香闹不香 转了看完天上的箱子啦 天上有宝箱 这么高怎么取下来啊 等等 表妹里讲下有东西 是水花 一定是还有什么没发现的 果然是漏了个按钮 有了 别看啦 乘坐电梯就能够拿到炸弹手套 原来真的是要拆取一颗炸弹 那 拿着炸弹拆过去呢 果然是能够把炸弹卸下来 第一关通关 小宝妹咋啦 你还真的想要拆一颗炸弹筒啊 一路过去啊 剩下的就被离开啦 跟着我走就行 有了 通关的赶紧板 直接通关 这题是 表姐好像有滴滴滴的时候 没事 错觉呢 是想送我们一份大礼 和太阳间并间 错觉你可真够狠的啊 只有拆取完炸弹筒 才能够找到第二把钥匙 表姐终于打雁 今天被雁竹瞎了眼 关键时刻还等我这把宝刀出场 要或下雨咋啦 下过雨就不出门了嘛 就下的是流星雨 冰暴雨 咱们上当啦 是吧是吧 果然需要小心下雨 只要走快点啦 这雨水就淋不着 再快 看来关键啦 还是要靠那几下门 冲过去是不可能的 躲进雨水淋不着的地方 还是坐坐有余的 感觉你走快点 你都怪可屁啦 这里有三个角色 铁门僵尸 灭霸手套 铁桶僵尸 选啥好呢 还能选啥 僵尸能挺能拿灭霸 那些你可我变成灭霸 打个箱子保证通关 我都通关了 何时通关呀 刚刚只是意外 我再试试 你可别试了 我的豪娃姐姐 再试我就没办法回来了 哼 上一边去 这还能选啥 铁门僵尸能当雨吗 选铁桶僵尸 还铁桶僵尸 你能得到老婆欧欧作响了 这也行 小宝卖 我说你就别小看僵尸了 三有拉拉 完全不疼不痒 等我过关了 再把铁桶给你送过来 真假想要被好妹 这头长得一毛一样 哪个才是假的 哦小宝卖 这一头不会是你设计的吧 我设计我能自己跟自己 说不定是欲情故纵呢 你先试试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个假 你又怎么闪电了 我好像被雷批了 没有 是你看错了 我知道了 猜错了对风烧到什么 我也来坑你 怎么受伤的还是我 嗯 多谢作者不杀之恩 我是不信了 这次要没事 我呼呼不厌 照这样下去 这表妹迟早点疯了 先冷静冷静 肯定是有什么不同的 你看啊 这个戴个眼镜 也肯定是有猫腻 哦 十点二点零哪来的眼镜 让你扮演我 有个眼镜 说不定戴上它 就能够分辨真假了 假白白我已经看到了 你边上就有两个假的 野人和怪物般的 目的啊 就是为了电磷啊 对不对 只要把他们都清楚了 就通关了 晚上要先送他 欺负野人去 你可别欺负野人了 现在站在咱们面前的 失控领主 与蛇身和失去人 咋啊 我带黑龙 你约黑龙 后来黑龙不配是吧 先去消死他 等等我 分明就是欺负黑龙一家 我这拳头是替他们出的 攻就打不投 还是要以智取胜啊 蜘蛛我也在点啥呢 他就整黑光暴了 便说要跟那一个打三个 一家 你身上没有光 迪迦出不来的 你来你来 是我来就我来 迪迦 呃 我知道了 迪迦被禁了 出不来 咱们只能够尽成光 带迪他战斗 走 替黑龙给讨个公道 我迪迦的十万生命 只好光的力量 三拳两脚 经过一场实力悬殊的搏斗 咱们替黑龙讨下公道 哟